转换一下星期来看到文化局为了感念在地的艺术家陈中障老师 超过一甲子的时间在从事艺术并且热心推广 所以宜兰美术馆特别在黄春美以及陈建宇老师的协助下 为陈中障老师出版了第一本的传绩 透过文字跟图像来见证他为宜兰的付出 在黄春美以及陈建宇老师历经两年多的纪录访谈 并在美术馆的支持下出版这本藏在时光的颜色 陈中障艺术之路的传记新书 肯定陈老师对艺术领域的推动付出 他对于我们的宜兰美术协会 也是当时的创始人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可以说对我们宜兰的贡献很大 对美术界的影响很大 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非常公开 这个美术界或是音乐界什么界都同样 很多人照顾自己而已 他照顾中心 他非常不简单 这种的法党 他把我们宜兰的美术带去阿州 带去东北亚 日本 韩国 带去东南亚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重点的国家 中国 我想这方面的影响来 已经这40年来 可以说对我们宜兰的美术 带到很大的风气的带动 陈忠胖老师谦虚的表示 感谢县佛对他的肯定 未来会继续在艺术上不断的创作 同时期望更多人加入推展的行列 而且要淡薄名利 艺术家就是要不断的创作 不断的寻找美的感动 我画一幅画 我同样一个景色 我画出不同的意见 我画在杭州美院去客座教授的时候 杭州美术学院的校园 光是一个校园 我画了九张 陈夕夜已霧 春夏秋冬 我画他的意见 画出后来就后来 白天就白天 晚上就晚上 所以我画画完全是一种意见的表现 走艺术这条路不要求什么名利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 我们自己有幸福 有兴趣才会投入在艺术上 但是我很重要的 要呼吁在美术界 不要把功力看得很重 但是对地方 对国家社会 要尽一点推展的责任 文化局表示 希望宜蘭相亲 踊跃来支持这本新书 未来也会继续出版 更多艺术家的专书 让他们在艺术上的努力 受到更多肯定 宜蘭新务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